三国赤壁之战奠定了南北分治三国鼎立的局面 五代也有一水战堪比三国赤壁 此战后,朱温二十年不敢南下 为后来四国林立提供了条件 此战就是清口之战 杰都市大人,今天的新五代演绎 咱们详细讲讲影响后世至少六十年的清口之战 我是杨立辉 朱温拿下演运后,雄心爆棚 不仅逼着皇帝受自己为山镇节度使 还要打算把皇帝接到洛阳 吓得罕见礼貌针抓紧修复长安宫殿 要把皇帝礼业送回长安 更重要的,朱温终于不用再忍杨兴密了 两年前,杨兴密从朱温手里夺了四周 豪周和寿周 朱温一直怀恨在心 所以朱温拿下演运后,仅修整了半年 就发兵七万,南下攻打杨兴密 说起来简单,一张嘴七万大军就南下了 实际上,朱温要解决一大堆问题才能正式行动 咱们讲故事要简略,挑重点的讲三点 第一,后勤补给问题 第二,士兵不识水性问题 第三,统军人选问题 第一个问题最为关键 要想保证顺畅的补给 行军路线要尽可能的短,尽可能的顺 古来北方南下,大多选择寿村合飞一线 朱温自然也想走这条路 可这条路上有南路虎并不好走 这个南路虎是谁,咱们等一下详细介绍 不能走树村有没有其他路线呢 在当时还真有一条 那就是沿大运河南下 数州、四州、楚州、扬州一线 走大运河运输粮草,补给自然容易很多 而且大运河水势平缓,沿途还有大湖 对于北方不熟悉水性的军队 可以边行军边练兵 也顺便解决了第二个问题 一举两得的路线最终被朱温定为主力路线 第三个问题,谁来做主帅 此时的朱温手下可以说是猛将如云 葛崇州、庞氏谷、蒋玄辉、朱有公 朱有玉、丁慧、张规后、张规霸 张规辩、刘春杰、还有刘之骏等等 这些人让他们冲锋陷阵都没得说 可要做一群大帅 估计也只有葛崇州、庞氏谷两个人了 葛崇州在演运战场上表现极为亮眼 因此还得了一个山东一条葛 无事莫撩拨的美称 而且他现在担任太宁军流后 距离淮南比较近 可朱温并没有选择葛崇州 他选的是庞氏谷 哪怕庞氏谷几年前已经在淮南丢了几万大军 后来证明朱温选庞氏谷绝对是一个错误 可我们如果站在朱温角度也能理解一二 庞氏谷有在淮南作战的经验 也就是说他有杜淮河的经验 相比葛崇州一直在北方打仗 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而且庞氏谷比较了解杨新密 可他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杨新密麾下多了几个人 这几个人正是熟悉庞氏谷的朱锦 史颜和李承世 安排好正面战场 朱温还需要考虑寿州的淮南郡 寿州在四周上游 如果寿州兵顺流而来 那可不得了 而且驻守寿州的还是一员虎将 这个人就是朱岩寿 两年前杨新密趁朱温灭石谱之际 出兵攻打已经投靠朱温的寿州 杨新密多次强攻都拿寿州没办法 就在杨新密准备放弃的时候 他小舅子朱岩寿站出来 请求杨新密给他一次机会 当时的朱岩寿只有二十多岁 别看他年轻 当年杨新密和孙儒对战时 年仅二十一的朱岩寿 就统帅过三万大军 杨新密同意了朱岩寿的请求 没想到朱岩寿竟然一举攻下了寿州城 杨新密大喜 受朱岩寿为寿州团连石 让他镇守寿州 朱温丢了寿州不甘心 派大军数万围攻寿州 又没想到朱岩寿 仅用寿州兵就击退了 宣武数万大军 名声大振 在寿州站稳脚的朱岩寿 寻找战机 积极拓展地盘 公元896年5月 也就是一年多前 朱岩寿突然进兵齐州 齐州是武昌纪录史杜宏的地盘 杜宏和杨新密的恩怨 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杜宏本是武昌雅将 他趁皇朝遇到 侵扰厄月时 战了厄州 自称武昌留后 自下有厄州 黄州 齐州 安州 和缅州 唐末群雄逐鹿 杜宏却是那种不声不响 挂唧的人 直到黄州 投降了杨新密 公元894年 黄州策史武昌 因和杜宏不合 举州投降了杨新密 杨新密派心腹曲张 接管了黄州 杜宏不甘心 派兵攻打黄州 杨新密派朱岩寿 带兵支援 朱岩寿带兵走到齐州 齐州守军拦截朱岩寿 朱岩寿大怒 转道攻打齐州 好在朱岩寿一心要去救黄州 打了一下齐州 没能攻克就撤兵了 黄州在朱岩寿的救援下 算是保了下来 现在朱岩寿有了根基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齐州 朱岩寿颇有军事才能 他当然知道 余武兵跪在一个旗子 他趁齐州大将 贾公夺出城打猎 这个短暂的时机 突然发起了 对齐州的进攻 贾公夺得知朱岩寿来了 自己要赶在朱岩寿之前 返回齐州城 没了可能 他灵机一动 想了一个办法 他先把大军隐藏在树林里 然后找来两个心腹猛士 让他们身皮羊皮 趁夜混入朱岩寿大军营地的羊群中 等到了白天 二人偷偷地混入老城 和城内守军约定 半夜时分打开城门 举火示意 想的是半夜 贾公夺能带兵偷偷地溜回城内 和城内约定好后 这两个人又披着羊皮 混出城外 回到了贾公夺的身边 当天夜里 贾公夺按约定带兵来到齐州城南 到了半夜 果然建城上有火把亮起 他一声下令 军事们奋勇奔向城门 朱岩寿建城上突然有火把亮起 心头不好 连忙派兵查看 发现城外有很多人正跑向城门 他赶紧下令拦截 可惜为时已晚 贾公夺军很快都进了城 朱岩寿很后悔 齐州重将 贾公夺是他唯一忌惮之人 以前的计划就是把他隔离在城外 齐州城府大将 自然无法坚守 现在贾公夺回了城内 这可如何是好 他派人禀报杨行密 说明了当前的情况 请求改变策略 他让军中和贾公夺有交情的人 写门书给贾公夺 承诺只要贾公夺归城 他愿意和贾公夺结为殷亲 他是个小伙子 别说没有女儿 就算是有 年龄肯定还小 他说的殷亲 指的是把自己的妹妹嫁给贾公夺的儿子 朱岩寿本身是杨行密的小舅子 也就是说他姐姐就是杨行密的夫人 那他的妹夫也就是杨行密的怜姻 贾公夺对朱岩寿的提议很是心动 为了表示诚意 寿州二把手 团联父使才在用亲自和贾公夺会面 陈述利弊 终于说动了贾公夺 在贾公夺的努力下 齐州此时同意投降 贾公夺投降后 如愿的和朱岩寿结为殷亲 还被杨行密授为左监门卫将军 得了齐州后 朱岩寿率胜利之师攻打光州 杀了光州刺死 占了光州 也就是说 淮南西部四周的顶梁柱 就是朱岩寿 如此猛人 朱温怎么可能不防 他派葛崇州带一万多人 做出一副要攻打兽州的架势 让朱岩寿不敢轻决妄动 这还不放心 他还亲自作战素州 方便指挥和协调各军 前04年 公元897年 9月 庞石谷带兵七万 葛崇州带兵万余 分东西两线进兵 庞石谷囤清口 葛崇州囤安丰 怀南这边 军民得知 朱温大军南清 大为惊恐 杨行立 召集将领 商议对策 他提议 葛崇州人少 不如先发兵兽州 和朱岩寿 和立 击败葛崇州后 再和兵东进 共抗旁石谷 他刚说完 就有一人 站出来 高声说道 万万不可 杨行立一看 是河东肖将 李承世 李承世和史严 是李克用 麾下猛将 奉命支援演运 他们从魏伯小道 到了演运后 魏伯节度使龙鸿信 和河东翻脸 拒绝河东再次接到 他们二人 就隔绝在了演运 演运失手后 他们和朱锦一起 带着三千沙托骑兵 投奔到了淮南 淮南善于水战 缺少骑兵 有了这股力量 杨行命路战能力 大大增强 之前不敢想的 长途奔袭 骑兵出击的策略 也成了可能 杨行命很喜欢他们 李克用多次派人 催促杨行命还人 杨行命表面上 答应李克用 实际上一直拖着 不肯放他们走 果然杨行命留队了 他刚提议要出兵授州 李承世就站出来 提了自己的想法 只听李承世继续说道 出兵授州 不如出兵倾肯 如果在授州 不能速胜 庞石谷渡过淮水后 一路南下 扬州不保 如果打败了庞石谷 葛崇州兵少 自然会退兵 杨行命一听 蹄腐灌顶 如果真把主力拉到授州 扬州 扬州真的可能保不住 到时自己估计 只能固守授州之保 授州地下民少 迟早被诸人灭掉 于是 杨行命决定发兵清口 他集结扬州兵和朱锦带来的 衍州兵 共计三万人 并让四周守将张迅 集结本部认马 一起进逼清口 清口这个地方 是水路交汇之地 交通很是便利 但不利于大军屯扎 原因很简单 这个地方纵身不够 说白了 就是太狭小了 据说士兵们挤得 肩膀靠肩膀 更关键的是 这个地方还是个袜地 变州将领也给庞思谷提了建议 说此地狭窄低袜 最好能牵引到高处 庞思谷是朱温的忠实亲信 对朱温的指示 毫不打折的执行 来之前 朱温要他囤兵的亲口 没有朱温的命令 他肯定不会随意牵引 所以他对别人的建议 拒不听从 为了表现出自己胸有成竹 他时常在大营中下棋作乐 杨新密这边 他和朱温等人来到亲口 观察地形 发现变州军屯扎在 低洼狭窄窄之处 大喜 这么好的地力 不利用利用 岂不是浪费了老天爷的感情 二人商议 决定 引淮水 冲管亲口 他们在上游 秘密的做着准备 可还是被变州军发现了 变州军是慌忙 禀报庞思谷 说湖南军 要绝水 咽亲口 没想到 庞思谷过于轻敌 根本不相信 还下令斩杀了传消息的人 说他蛊惑人心 11月初二 杨新密间上游水位 已经长了起来 巨匠生长 第一支将领 给了朱锦 让他带五千骑兵 偷偷地渡过坏水 然后改换变州军旗 假装是从北方来的支援 从北面 靠近庞思谷中军 第二支将领 给了张迅 让他带一军 到汴州大营前挑战 吸引汴州军注意力 然后自己摔后军 等怀水绝口后 自己渡水 从南面攻打溃军 安排妥当后 张迅 租近领命出发 张迅 也是一员虎将 他带兵直奔汴州军营 为了能一次性 逼汴州军交战 他直接翻过了 汴州军大营的栅栏 汴州军一看 雷军这么生猛 都进来了再不打 那随着被窝都要被人抢走了 僵尸们纷纷出战 正在此时 隐隐听到有水流声 而且越来越大 大家转头一看 自己的后方竟然来了大洪水 僵尸们各个想赶紧回营 收拾被窝 再不收拾 要是泡了水 那就不暖和了 各一眼前还有敌军 退也没法退呀 张迅见洪水来了 自己的使命已经达成 一声令下 突突突的撤了个干干净净 此时的汴州军发现 来的水好像不仅仅可以淹没被窝 还可能连脑袋都能淹没 顿时慌了起来 也不管被窝了 先保命要紧 他们知道前面不能去 张迅虽然撤兵了 估计就在前面不远 往前走 没有谁嫌自己活得久 纷纷向后撤退 可亲口大营 人口密度太大了 到处都是长方逃兵的士兵 人挨到人 人挤人 根本都跑不开 好不容易出了大营 发现南面又来了一支淮南兵 这个时候的汴州军才意识到 洪水绝不是偶然 肯定是敌军故意放的 哪里还敢去招惹敌军 纷纷改道向北 还没走几步 发现北面来了一军 远远看旗帜 竟然是自己人 个个大戏 有了援军 自己的这条命算是保住了 纷纷跑向北军 可来军不管三七二十一 举刀就杀 只可怕刚逃出来的汴州军搞懵了 顿时没了主意 吓得掉头向南 后面不明所以的继续向北 你挤我 我推你 不少人被踩到了脚下 朱锦和杨新密 趁汴汴州军乱 南北夹击 杀的那叫做一个痛快 庞石谷发现洪水该起时 心里已经清楚 大势已去 想组织队伍后撤 可这个时候的士兵 哪里还有纪律 无奈之下 他只好带亲兵向外突围 可实在是太乱了 南北都是敌人 自己也不知道该往哪逃 一个不注意被人斩于马下 一代大将 就此陨落 给他陪葬的 还有一万多汴州的将士 剩下的汴州将士 或降或逃 庞石武军 全军覆没 瘦州这边 朱元寿也没闲着 他和葛崇州正面交锋 连日对战 葛崇州所带兵力有限 接连势力 从安峰退到瘦州西北 再退到了豪州 他听闻亲口惨败 连忙后撤 晚一点估计就要被包了饺子 可就算如此 还是被朱元寿 杨兴密 朱锦联军 咬住了尾巴 葛崇州一边打一边退 一直退到屁水 依旧没有摆脱追兵 后有追兵 前有大和 无奈 葛崇州只能强行渡河 怀南军怎么可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全军出击 葛崇州军几乎全军覆灭 好在葛崇州比庞石谷运气好 捡了一条命 葛崇州还有一员副将 名叫牛春杰 也是猛人一个 葛崇州撤退的时候 安排他殿后 大家想想 葛崇州作为主力 都被杀了个全军覆没 牛春杰殿后 能有什么好结果 牛春杰真的很猛 为了完成殿后任务 他下马 徒步战斗 牵制了不少回南军 麾下各队 才有机会渡过怀河 军士们连续几天逃命 一口饭都没吃上 鸡肠碌碌 没想到老天爷这么狠心 还下起了大雪 汴州军事 饥寒交迫 不少人冻死在了路旁 就算如此 牛春杰还是带回来了 一千多人 苏州的朱温 听闻前线大败 连忙撤军回汴州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清口之战 阳心密 以少胜多 几乎全灭了南下的贬州军 吓得朱温不敢在南下 朱温一生打仗无数 没想到却屡屡直击淮南 八年时间 三争淮南 三次都大败 彻底的让朱温失去了信心 尤其是清口之败 朱温再也不敢轻易南下 中原和南方长达六十年 以淮水为界未有大战 直到另一个凶主的到来 获胜后的阳心密 至高一满 写信给朱温说道 庞尸谷 葛从舟 都不是我的对手 功要不服 秦子来战 估计朱温收到这封信后 要多吐二两选 阳心密论功行赏 靠劳将士 尤其是朱锦 朱锦算是在淮南站稳了脚 此战 李承氏和他的河东骑兵 起到了重要作用 杨心密不仅厚赏了李承氏和史严 还上表请求认李承氏为郑凯军截斗使 原郑凯军的地盘 杨心密占了两周 李承氏这个郑凯军截斗使 也不完全是虚名 李承氏和史严在淮南 受到了极其优厚的待遇 金银 豪宅 美女 杨心密从不吝啬 二人也就再也没有回河东 此后尽心为杨心密效力 朱锦李承氏 在后面很有精彩的表现 咱们后温再说 有人会问 朱温在淮南大败 李克用为啥不趁此机会 南下讨伐朱温呢 其实 这个时候的李克用 日子也不好过 他的后院起火了 那李克用的后院起了什么火呢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杰斗使大人 点赞了点赞了 祝杰斗使大人 也有一个牛背的小舅子 谢谢大家 我是杨烈辉 字幕志愿者 杨烈辉 详记者 杨烈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